及时新闻综合报导,台湾大学昨十九日晚间邀请校长候选人举行校长给问吗? 座谈会有学生提问场面临找不到脚踏车位的状况,对此清大前校长吴承文宇出惊人的表示,台大问题出载人太多,至少要减到三万人,引起现场一片哗然。 据东森新闻云报导,台大学生会代表与会中表示,台大校园面临脚踏车位不足的状况,其中不乏遭许多废弃,脚踏车占据车位阻碍其他人停车权利,光找一个停车位就花掉一大半时间了。 对此,吴承文则语出惊人的表示,台大是全台湾最大的大学,拥有三万四千多名学生,无论是脚踏车位还是宿舍床位,都是因为人太多。 吴承文更夸口,自己过去三十年不断学习外科手术,像这种情况就是要开刀剪吃,上任之后将开始剪招至少至三万人。 此言译出不仅让台上包括张庆睿、吴瑞北、陈明献等在台大担任过行政职的其他校长候选人一脸尴尬。